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启正式走马上任 挂帅一番话让人肃然起见 刘国良真没看错人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 陈启关注刘国良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最近呢 陈启在正式走马上任之后呢 说出了一番令人非常佩服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在去年的时候啊 陈启呢在带完孙以沙参加完世界赛之后呢 也是正式辞去了国家队的教练一职 并且呢回到了省队这边 当时啊很多传言猜测纷纷 觉得陈启是不是因为和国家队这边相处不开心 所以最终呢才会离开了国平 但是最终我们也看到了陈启已经做出解释 自己呢只是回到省队这边呢 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回归家庭 和国家队这边的纠纷呢没有半点的关系 所以从目前来看呢 其实啊陈启这一次呢回归省队完全是自己的原因 而我们看到在最近的一次直播当中呢 其实对陈启这一次到底回到省队这边做了什么工作呢 他也首次向球迷透露 并且呢正式走马上任来担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 根据此前陈启在直播当中提到了 他说自己这一次呢回到江苏这边的省队的话 其实不是去训练男队的工作 而是呢去主管了整个省队的这个清训工作 毕竟呢对陈启来说他在国家队方面呢 去紧抓这些年轻球员的训练呢 已经有一定的经验 所以回到省队之后啊 再让他去培训某个球员的话 其实呢有些大财小用的感觉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也是因为做一个这样的考虑的话 最终陈启呢才被赋予重任了去培训这些年轻球员 给国家队输送更多的人才 而我们也看到其实啊在目前呢被委托中文之后的话 那么陈启呢在接受最新媒体采访的时候呢 他也是表达了自己呢对这一份责任的一个看法 这次啊有媒体问到陈启呢 对国平精神到底是什么看的 自己身上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责任呢 那么陈启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他说呢谈到国平精神呢 既然说从事了乒乓球这个项目呢 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担子 有这样的责任就必须呢所做的行为 所做的事情呢要配得上国球这两个字 这样一来呢才能够对得起国家队对自己的培养 所以当时陈启这番话说出去之后呢 也让很多球迷觉得树玩其境 他确确实实没有辜负刘国良一直以来呢 对于他的培养 在此前呢其实陈启啊在我们国家队的时候呢 曾经是因为犯错的话被发配到乡下呢去喂出 那么确确实实也是挺苦的一件事情 后来呢也确实成为了整个国家队的一个笑话 但是我们也看到刘国良呢也依旧给了陈启呢 很多的机会即便是后面遭遇惩罚之后 他回到国家队这边呢也拥有着很多的机会 从一个球员变成了一个教练 并且在这几年呢帮助国家队培养了不少的人才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就像看得出来 刘国良呢其实也确实非常的看重 这个年轻教练的培养 所以现在虽然说从国家队回到省队了 但是从他这番话说出来的话 其实看得出来陈启现在还没有忘记了整个国家队叫给他的 要有什么样的责任要给国家队给省队呢去培养更多的一些人才 到底呢自己作为一个乒乓球人呢要肩负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呢 我觉得其实陈启都没有忘记 所以说实话其实刘国良这次呢真的是看对的人 他也是呢看准了陈启能够在之后呢有更好的表现 所以说实话其实对陈启来说那么接下来呢 既然说能够受到省队的一个重任负责清训的工作的话 我们也非常期待呢他能够在本职工作呢去做好 然后呢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一方面呢能够给到他们省队呢去培养出更多年轻的球员 在全运会当中取得更好成绩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期待他在省队当中呢输送国家队更多的人才 到头来能够帮助刘国良以及其他成绩的队友呢 在国家队的相关比赛当中争夺更多的荣誉为国争光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